法式餐厅时时用鸭胸来做主菜 米芝莲餐厅更常用烟鸭胸款格 简易的烟鸭胸 滑嫩香鲜 烟熏味足 野味好吃 所谓头盘或者主菜都可以的 又不会做到整家屋都是烟熏 一起来看看怎样做出这个简易的烟鸭胸 一个超正的法国 欧洲美食 首先请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分享点赞和按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下期美食视频 两个鸭胸完全解冰之后 用清水中洗一下 换水再洗 倒出水分 鸭胸就放在烟熏机里 晾一晾水先 鸭胸晾一晾水之后 我们就用厨房纸抹干它 抹干它 都是去腥 叶料是更加能入味的 这些鸭胸你也可以上网 是可以买得到的 或者你在一些超市 一些办馆都会买到的 回厨房纸再抹第二次 用厨房纸包着鸭胸 继续吸水 约15分钟 来看一下我们的烟鸭胸 那个的叶料先 这里有四分三茶匙的油盐 黄糖就较松 用量就比较多 四分三汤匙黄糖 黑胡椒粉是半茶匙的 all spice 的香料 你在一些超市是很容易买得到的 那也是半茶匙 将它混合好 那我叶了鸭胸的时候 是比较上均匀一些的 将一些叶料搅拌均匀 我们就还有这个秘密武器 就是烟氛味的来源 那我们买一个 Muskuit Liquid Smoke 很容易买得到 可以上网买回来 这个抹干的鸭胸 很干身 就放在一个 小湯碗里 加入我们的秘密武器 Muskuit Liquid Smoke 一汤匙我们就均匀的铺放在鸭里 哇好香啊 好有smoke的味道 将它反一反先 滤它一次 将一半的干叶料 均匀地铺在鸭胸皮上 反一反它 又将叶料均匀放在另一边 将它翻面 洗鸭胸和叶料就混合 我将那些 叶料铺一铺放在鸭皮上 那我们加盖 放在冰箱 叶它四个小时 烤盘我们就包了石纸 那就方便我们清洁 大概半茶匙的油 这样就将这个的鸭架 就是 抹油 一来不会那么容易粘着肉 二方面 它也会容易一些清洁 焗之前的一小时 就将已经腌好了鸭胸 从冰箱拿出来 在室内回温 就将它滤一滤 香料走一点 我们尽量瓶一瓶水 液体将那些的香料洗一点 那我们烤的时候 没那么容易烤焦 那肉的部分 我们都尽量 不用粘着香料 鸭胸放在钢架上膏 皮向上 在鸭皮上用厨房纸 将香料尽量抹走 然后我们就放在 已经预热了 二百度F的焗炉 焗它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后 那就已经拿了它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 另一边 很漂亮 这个肉 将它放冻一点点 这些醃料 我就抹一抹走它 那我们就用一把尼的刀 然后表面 就将那些皮 是割了它 割割花 鸡皮三分二厚就对了 切到在肉之前 就要停的了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 切到化 我另一个我也是这样做 一个平底锅 我现在还没开火的 不用加油 将鸭胸皮向下 放在锅中间 那我开一个中小火 那来将皮 是煎一煎它 开炉之后 的5分钟了 把炉火开大一点点 那它开始 那些油就出来了 然后下位 将那些油 煎了出来 第一 那第二 也都是将皮是煎脆 压一下它 让它煎得通透一点 不要大火煎 真是要用点心机 已经煎了剩 大概七八分钟了 油就陆续出来了 好香的 这些鸭油 火呢 也都是在中火 偏小小小的火 又看一下这一块 哇 多漂亮 是吧 但是呢 我们是要这个位置 那我们又要煎一煎它 我们是压一个重碟下去 这个碟很重的 那我们这样压它下去 这样做 鸭皮就会煎得均匀一些 用碟压着它煎了分半钟 其实我们可以一种就下碟都可以的 哇 多漂亮 有些脆皮 哇 好漂亮 那我们可以再煎一下它 我希望它的油出多一点 那我们煎多它 分两分钟 这一边呢 就已经煎得很漂亮了 那我们就反转了 那在另一边呢 我们轻轻的 煎一煎它 让它开大一点的火 用中火以上 让它煎一下 又煎了分半钟 可以脆出 这时候呢 那我就将我们醃鸭的汁 就烧一烧热它 在碟里面有一汤匙半的蜜糖 加入一汤匙半的水 快速搅动 然后加入醃鸭的汁里面 再次烧开 已经烧开了 试味 好吃 成为鸭胸的甜汁 关火 切我们的鸭胸了 哇 你看看 里面很汁 很香 超香 中间是大少许粉红色 是这样的 很香 很好吃 简易烟鸭胸 烟熏味足 鸭肉滑嫩野味 易做好吃 是节兴团聚的 法国和欧洲美食 煮这个菜 令到家人和自己的生活 加添美味和滋彩 小厨Sandy 推介各地美食烹调 记得订阅啦